4月7日 第一个作品 弟兄姊妹 奉主的名向, 大家文安 我是林斌 弟兄姊妹 主来平安 Scotland 我是芷珊 欢迎大家继续 和我们查《旧约圣经》的《撒加利亚书》 《撒加利亚书》总共有十四章经文 不经不觉,我们已经查了十二章 在主前的四百八十年左右 神给撒加利亚先知的第二篇《默示》 记载在撒加利亚书的十二至十四章 主要预言 离窗家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焦点特别放在以色列的身上 我们在上一课查完第十二章 他说到在耶和华的日子 神要如何拯救和复兴祂的子民 这次将会是最后一次的拯救和复兴 因为神子民的囚地会全部被消灭 而神的子民也会毫无保留 毫无例外地给神的灵复兴 我们还有两章的经文还没查 好 立即开始查第十三章 经文的第一至第六节 继续提到神子民的熟灵大复兴 在为自己的罪哀伤痛悔之后 神要在他们中间做一个大数据的工作 我们先看第一节 萨加利亚书十三章一节 哪日必及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开一个泉源 洗除罪恶与污蔑 神要为那些认罪悔改的子民 开一个泉源 去洗除他们的罪恶与污蔑 而这个泉源就预表赦罪的恩典 这个就是你所说的 神在他们中间进行的大数据 没错 到了新约时代 在五秦之圣灵降临之后 仕途彼得第一次公开向犹太人宣讲福音 就曾经提到这一点 我们一起看仕途行传的第三章 十九和第二十节 仕途行传三章十九和二十节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没 这样那安苏的日子 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主也必差遣 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 严格来说 踏入新约时代 人就已经开始经历 这个预言的实现了 好 接着看撒加利亚书的十三章 二至到第六节 撒加利亚书十三章 二至到六节 万君之耶和话说 那日我必从地上 除灭偶像的名 不再被人纪念 也必使这地 不再有假先知 与污蔑的灵 若再有人说预言 生他的父母 必对他说 你不得存活 因为你托耶和话的名 说假预言 生他的父母 在他说预言的时候 要将他辞投 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 必因他所论的意象羞愧 不再穿无衣控骗人 他必说 我不是先知 我是耕地的 我从幼年作人的劳部 必有人问他说 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 他必回答说 这事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 神除了在他子民的生命里头 大扫除以外 还在他们外面的属灵环境 进行大扫除 首先 会除掉偶像的名 使他们不再被纪念 也会除灭假先知 和污蔑的灵 我知道假先知 是那些假借神的名 乱讲预言的人 至于污蔑的灵 又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污蔑的灵就等于邪灵 与圣灵刚好相反 圣灵属于神 帮助人过圣洁的生活 邪灵属于魔鬼 吹促人去过犯罪的生活 嗯,明白 当时拜偶像的仪式 很邪淫的 时至今日 有些拜偶像的方式不道德 的确有污蔑的邪灵 在里面作怪 到了末后的日子 会是假先知 和污蔑的灵最活跃的时候 不过 到了那日 当神的子民被复兴之后 就连他们的父母 都不会珍惜那些 做假先知的儿女 要将他们 置诛于死地 老末 林斌 西方 这会不会模仿 以利亚先知的打扮呢 因为在《列王记下》的一章八節 描写以利亚是 身川无衣 腰触皮带的 相信是吧 到了那日 因为怕面对审判 人再不敢模仿先知的打扮去骗人 更加不敢承认自己曾经做过先知 经文说 有些假先知在两臂中间受伤 为什么会这样 相信是在拜偶像的仪式当中 他们自己打伤自己 来吐好偶像或者拜偶像的人 到了末世 这些人会找藉口去解释 他们身上的伤痕 是在亲戚朋友家里造成的 敢做不敢认毫无原则 的确是真小人 好 接着看撒加利亚书的十三章第七节 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七节 万君之耶和话说 刀剑那应当兴起 攻击我的木人和我的同伴 击打木人阳就分散 我必反手加在薇小姐的身上 这个预言 恐怕就连先知自己都没办法接受 因为神要击打祂的木人和祂的同伴 同伴是指与神有同等地位的一位 以常理推断 没有一个正常的主人会这样做 不过 以畅亚先知曾经说过类似的话 在以畅亚书的五十三章十节的上半节 耶和话确定已将他压伤 使他受痛苦 耶和话以他为赎罪祭 而在第十一节就说 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博得称为义 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业 相信大家都知道 担当众人的罪 代替众人的罪受刑的是义博 也就是耶稣基督 根据《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六章记载 当主耶稣和祂的门徒 在吃完最后晚餐之后 上了橄榄山 子山将第三十一节读给大家听 好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一节 那时耶稣对他们说 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 因为经上记着说 我要击打木人 羊就分散了 当时主耶稣 就是引用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七节的经文 来预言当他被捉拿之后 门徒会被分散 这是有关利塞亚第一次来临的预言 对于神的子民被赶散的预言 后来会是怎样应验呢 子山跟大家讲一下 根据历史的记载 在主后的七十年 罗马的提多将军 率领军队攻陷耶路撒冷 彻底毁坏圣殿 就正如主耶稣所预言 将来在这里 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犹太人被赶 分散到世界各地 直到一九四八年 以色列才复国 在日本的情况下 一个国家如果灭亡了超过五百年之后 根本就没有可能复国 所以以色列复国 是人类历史中一个很伟大的奇迹 这句完全是神的作为 证明对神来说 绝对是无难成的事 好 今集的《茶经》就停在这里 在下一集 我们会分享神 如何在祂子民以外的属灵环境 进行大数据 弟兄姊妹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